就冬月 月月 誰知君會故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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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的民族的英雄是誰人? 有人知道嗎? 這都是民主政客的答案 在荷蘭世代的時候 我們有民族英雄過懷疑 這個名字你們都不聽過 郭懷疑 在萬千的時候 我們有來保鄉 一個林松文 一個地條村 那時候三年一休閒 五年一大亂 日本時代我們有 北部的甘袋塞 檢大師 中部的寡替號 南部的林蕭鳥 一隻好一隻塞 一隻鳥 把日本人招到這樣 要把台灣賣衣服 放過一夜去美金 不然一夜立白 要賣給誰人? 賣給法國 台灣派慣例 那些事情 這些事情 這些事實 我們都不知道這樣對 所以我 這個網站 設立一個網站 這個超回去 裡面有100萬日 是 www taiwanus.net slash history 就是台灣的歷史 我都寫在那裡公佈 在那裡 火蘭時代之外 已經不會完了 沒有 現在還有 有 鄭氏王朝 例如說 來台灣的事情 鄭氏王朝 還有一個 滿清巨臺213 完全佔台灣283年 還有日本時代 偉大的台灣人 台灣人 去到哪裡人 大家都在罵 但是我寫的是 台灣人很偉大 要怎麼偉大 你要去支援裡面看 來看 支援 沒關係 你上網站 也隨便看得到 所以這個地址 你抄回去 等於 你有得到100萬日的 台灣歷史 你要看 看久 你就知道一些事情 好 我們現在是在說 日本時代 在台灣的第17集 這個 台灣 到了一九二空 之後 台灣人 因為他去日本 受訓練 在地績 回來台灣 就要 把日本人 驅逐出去 那時候 有分滾牌 說到 武力以外 武力的時候 我們是 頭前有七年的肺炎 十四年的肺炎 千年到十四年的肺炎 我們就是 成為文化協會 文化協會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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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協會 買到 一九二九年後 然後 下山峰回到台灣 下山峰是一個女婦 但是下山峰是共產黨 全去共產黨 藏在文化協會裡面 文化協會全變質 變成左派 對 左派開始政府水準離開 離開這個文化協會 另外做一個台灣民眾黨 這是台灣人頭一家做政策政黨的運作 台灣民眾黨 他王國黨黨的力量 但是這個問題 台灣民眾黨裡面還有一人人跳出去 由台灣民眾黨跳出去 跳出去另外做這個 他王國 王國 阿瑜跟哀怨叩頭這些方式 對於那個執政者爭取利益 同時叫做灰色身子 這個楊造家就說 徹底的隱忍 徹底的無抵抗主義 這個投家就叫做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十八 這個楊造家 葉榮忠 葉清耀 代表主題聯盟去調憲考察 因為我們就要去調憲考察 調憲 調憲這個 那個時候是這個日本占領中 所以去調憲 有這個秘密都是這個 讓日本占領的所在去考察 回來的時候 為東京家 五三年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會聽到 做到台北市長 他們去記到那個新任日本首相 他提出台灣通敵意見書 就是說我們把同化政策為前提 實施地方自治 確立司法權和行政裁判所 開放教育居構 登用人才 確立金融 產業制度 提出這些要求 這些要求現在看起來很普通 但是 但是那時我們台灣人要進行政製這個 這些 他要求三五年 總統府公布了台灣的制度 我法令就建立市議會 接莊的協議會 但是這些議員 半所都是官選 半所民選 在那個時候 算是很流行 一半是你選的 一半是政府派 但是 含這個什麼 你有交納金五塊以上 的人才有投票權 還有25位以上的男主 說起來就是 女婦就沒有投票官 當然是說大夫而已 還要帶六個以上 這些資料 這是由蘇明的台灣四百女士 來對七百亞到七百空七亞來對 找出來 當時發生一個祖國事件 什麼叫祖國事件 就是林憲東 在1937年 七月七日 就爆發這個 中日戰爭 第六個十七 林憲東在台中公 中日戰爭 讓日本讓人 讓人就是羅馬 賣奸上兵衛 在眾目睽睽之下打一巴掌 這 林憲東去讓人 嘴不可以獻一下 這叫做祖國事件 原因就是林憲東在中國流行的時候 對海外發狡支持的時候 他有說林某某就是說他 將歸返祖國 說他要回到祖國 受到台灣日日新報索的披露 就攻擊 所以日軍參謀長 就命令這個人 王國肢體暴力 加諸林憲堂 林憲東是無風臨河 這個時候林憲東就走去日本 所以這個自治聯盟就解散 這標示 一求二空年代跟三空年代 台灣對抗日本統治的政治運動的結束 日本 告到一求四五年來建牌 所以這是日本建牌前 十五年到二十五年期間的事 這個 我們要知道 日本統治台灣是 王國怎麼的方法來統治 他這是王國總督專制的統治體制 總督專制 就是說總督就是上官的 他說的話就是法律 他說的命令變成法律 這是這個第二年 一百九六年 這個日本市議會統計法律第六十三號 簡單說這就叫做六三法 才委任立法制 就是總督就是總督的律令制定權 給總督 台灣的總督 他要實現什麼東西 他下出的命令就是一個法律 這是六三法 這叫做六三法 這個印章就是 台灣總統副委的服裝 要像台北市也用類似的一個符號 這個法律裡面是怎麼說 第一條 台灣總督 在他的官司裡面 公佈的法律效力之命令 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他公佈的那個命令 有法律效力 可以隨便改來改去就對了 第二條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決議 經 拓晤大神裁策 台灣總督府的那個 被評議會的組織 以次令定制 第三條 任時緊急事故 台灣總督 可以不經過前條之手續 而公佈第一條之命令 就是說 表面上要做比較民主 但是如果有緊急的時候 這個總督命令就是法律了 第四條 依前條公佈的命令 公佈後仍應立刻奏請賜財 並報告台灣總督府評議會 不經測財時 總督應公佈該命令 向後不升的效力 這稍微牽制 有些事實質疑 第五條 現在有的法律 跟將來要破的法律 一部分全部 或是全部在台灣 香港次令定制 他說的話就是次令 本法律自14至日起 經三年四起效力 雖然是這個總督有那樣高 但是經過三年 這個法律就沒有了 我們就把六條說起來 是到底在說什麼 台灣總督在轄區裡面 定出跟本國法律同一效力的命令 稱之律令 就是總督可以設法律的 說的就是法律 如果總督在日本本國的法律 全部或是一部份實行在台灣有必要時 有必要的時候 你用過次令實行之 這就是把台灣 的立法官 給台灣總督一個人 他發佈的一切命令就是台灣的法律 法律 可以 任何條件下 沒有任何條件下 沒有任何條件下 沒有任何條件 發出任何法律 還有這個法律就是命令 跟日本國 會發出同等效率 這個律令 全從 1896年3月34日開始生效 1896年 7月 基本上1895年 7月 日本軍 應該是六個禮拜 大概有台灣 但是 但是 從那時候就開始生效 三月三十 生效 這個 但是生效之後 連續三次 該延長 一百九九年 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五年 就是說你三年到了 再給你生效 再給你生效三遍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第二十二改的帝國會議 韓國法律第三十一號 叫做神秘法 進一步 按信規定 除去天王次力外 帝國議會的任何決議 都不能改廢制 就是把這個台灣人的權力 來剝奪得更徹底一點 到了一九二年 雖然 它可以使用它的法律在台灣 但是實際上 就是從 總讀書發出的律令 為優先 到達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 一九四五年就結束了 就是 要不然幾年的時間 有六七八 八年前 日本導航的八年前 這個律令 反核可用 經過四十多年的總督專制 堅如磐石 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統帝 沒有因此受到絲毫影響 還說就是歷代總督所發出的律令 總共有526件很多 這麼多的法律就是 是把受統帝的台灣人 天衣無縫在綁號 讓台灣人沒有機會把他抬起來 這就是他的主要目標 就是我給了綠令 給了總督的管理 來壓制台灣人的法黨 但是到了193000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台灣人已經 很多日本話日話 現在要說鹽的事情 鹽有什麼重要 過去我們沒有感覺鹽的重要 但是郭憲靈 孤仙榮就是說 帶日本軍一次台北盛 孤仙榮 他建議鹽要專賣 這個 一百九六年的時候 在帝國議會 有出售台灣一億元之論 要把台灣出售 要賣給這個人 賣給法國 因為法國前 日本要賣台灣以前 法軍 為過人起來 把全軍打敗 那時候 你要八三 那時候 過人到台北時間 沒有那個瓶康 八三的時候 這個 武豐林家的 林曹洞 帶五百名的 這個 用 用 因為 完全是在 台灣人不可以做兵 只可以做用 用是什麼 勇敢的用 電視你注意看 那些用的 那些都是台灣兵 那些兵的 那些是 可能中國派起來 因為台灣人不可以做兵 不可以做官 但是台灣人 反抗日本 反抗得很厲害 所以 日本的議員說 不然乾脆 給台灣 一億元出售 那時候 還有一個 條件 就是說 法國軍隊 衛浸水 逆流 而上 可以告訴大家 大條件 大條件 那就是 現在 這個 重慶北路 第一發街 那時候大條件 但是 萬千萬的政府 在這個 河道裡面 來 沾滾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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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你要去就 不去 所以 所以法國軍隊 到 沾滾台 去 打 拿到貓 阿 菇巴將軍 這個 法國的領袖 菇巴將軍 在那邊死的貓 丟到兵 這個 日本政府 每年有一千萬塊 補助台灣 每年要 還要 你一個地方 還要 拿到一千萬 金賣給 乾脆錢 給你 賣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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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一百九七年 第一 第一次 帝國議會 把這個補助金 三減到四百萬 就像說 存四百萬 身為有律令制定權的總總 還有什麼 因為 他有制定法律的權利 所以 還有什麼 沒有順利的 黑身的法律 來講 所以第二號就是 總督府特別會計法 一百九七年 四個 這就是 能夠任何時刻 加稅的特別會計法 台灣人要付稅 要怎麼付 才好 說 孤仙榮 在就小心 這是賺錢的機會來 所以 他對總統府鐵準 就是 鹽 統油政府專賣 鹽 不可以這樣 親自賣 雖然台灣四周都是賣 但是 山區裡面就沒辦法賣 所以 香港 香港這個東西 可以控制 增加大量的收入 因為你賣鹽的時候 每人都要賣 每人要賣的時候 一人 說 一公斤你要出一塊 每人都要賣一塊 每人都要賣一塊 電腦 這是間接稅 間接稅就是每人都要賣 如果有一個人 他也賣一塊 一塊對他沒差到 但是很多其他比較散的人 台中 都賣很多 他又說 這個可以收攬人心 這個 郭彬營 孤仙榮 這個就是 郭彬營 他後的相片 他年輕的時候 應該 應該 我還要找一些 他年輕的時候 的 相片 他說 郭彬營 該算 嚴乃收攬 攬人心 因為台灣的土匪 什麼叫做土匪 就是香港 日本的那個 人 都是土匪 本兩種 一種是漢林 另外一種是 原住民 無關漢林 還是原住民 都是依據三顯來 跟日軍作戰 還要刷 來跟日本做检 日本 你那個大袍 蓋不到這支 山區裡面 蓋不到這支 他跟你做检 你不一定贏 你不一定贏 日本分不一定贏 久以前都看過 這機會來了 賺錢的機會來了 所以就跟日本說 那個 王國鹽 專制獨賣 這個 這個 要跟日本做检 同時台北 台北有一個 小鎮叫做京美 新店 沿路到宜蘭 這個山區 這個山區的時候 翻空日本人 幾千人在翻空日本人 古時都想說 這個是機會狗 什麼機會狗 就是說 要怎麼 你如果演專賣的時候 你山頂就要吃鹽 你就要經濟多少 鹽的重要性就是 人不能瀑架到無鹽 無鹽就會有很多問題 這個三地同胞 這個 快鹽的時候 肌肉會刺 頭部疼 歐心下力 全身散爛 所以 第一 這個明明 下下去之後 這個 國显寧就來 看 在這個山區裡面 所以 對這個 抗議一軍 叫做 丹手極 到高雄市場 丹極都要差一次 丹手極是大部的 丹極是大部的 丹極是大部的 丹手極 所以在100QQ年 鵝育元太郎 鵝育元太郎 鵝育元太郎是台灣總統 依據六三法 將原本 自由賣的民生必需品 的鹽 專補為專賣 並成立 研務總管 然後 郭彥年作為 研務總管的 做合長 建立 十九的分支處 後來併做二十個總管 八十的支管 這就是郭彥年 他有聰明的地方 他利用日本的法律 你也可以安裝做 安裝做 就 把這個 把這個 給古賢榮管轄 古賢榮 他也有道領 不可以說什麼錢 都要自己保 利用國隊 御用聲勢 禁食 孤林 秀宅 參加分章 你要得到什麼好處 你來參加我 御用聲勢 禁食 舉人 秀宅 把這個 座研 文書 販賣 全補一手包辦 現在 這兩年 郭政府 郭彥年 在 六港 府軍 有無段開墾地 什麼叫無段開墾地 就是說 這堆 無主人 叫做無段 怎麼無主人 這要說 假期 萬千政府的時候 要來投資金 問每一個人 你有幾家的土地 我有幾家幾家 大部分的人 有十家說補五家 但是 換這個政府之後 東西要轉 你對五家一手洗金 但是你本人 不一樣 你五家好 你五家在哪裡 就說在哪裡 在哪裡 村的就不是你的 所以郭彥年 就賺到村的 只有這六港 郭彥年 都賺到四百家 都賺到 古現隆的 所以 你要知道郭彥年 這個郭彥年 他的 郭彥年 由來是這樣來 這個部分 他 說得 有250個 家的 岩队 就是說 一些 比較海邊的土地 比較沒人要去 他賺到 250個 總督 郭彥年 在總督的 總督府的 撐腰下 也有無段開墾地 的方式 賺到200多個的土地 郭彥年 雖然 他這些土地的秘書 做田地 做 做什麼感情 台灣出生感情 出生糖 阿田 因為台灣出生米 水殘 這個 這個 不是說我們的氣候很好 所以一年有時候修生兩遍 修生兩遍 這個問題 我去問 外南 修生幾遍 印尼 修生幾遍 他們的氣候 國際南平 對 對我們 說起來 是說 他國際有這個資格 來修生兩遍 但是答案是什麼 一遍 外南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這些 這些 較挖刺到的 國家 我們 農作 有辦法 不再修生一遍 因為 是什麼原因 因為 他的原因 就是說 這個 你沒有水來 這個 上天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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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東西 是 耕種的 你有水來 我才耕種水道 你沒有水 我就沒辦法做 所以台灣 水利的措施 過去 很發達 這個 我就修生兩遍 其他的 當然也要 蓋好平台灣 修生一遍 這個 這個 郭憲靈 台灣人最 不然他得到日本 最高級的三等勳章 風圍台灣人頭一個 會整個 判算的議員 他叫三十年 他叫三十年 就是 日本要見拜 整十一年 郭憲靈 一座地 日本通知台灣的 時間 五十一年 怎麼 大家說五十年 我怎麼說五十一年 你 你要注意 這個二代的生活 這個 日本 減台灣 一百九五年 到一九四五年 加減的時候 你頭買都要算 不然一百九五年 沒算是 一九四五年 五十年 其實頭買都要算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像這個 荷蘭人 通知台灣 幾年 他 是為 一六二數年 到 一六六二年幾天 但是這個生活 頭買一年都要算 如果 他們去製善 台灣 有說三十一年 有的人 是三十九年 我是 香港 頭買一年都算 三十九年 但是 人的生活 三十八年 漢林的生活 三十八年 也有他的意思 因為導航最初讓人揭出台灣那天就是 1662年離開出 但是在鼓勵的時候 那又是1661年 所以說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應該都對 你看你要獲獲新力來算 還是要獲獲鼓勵 如果鼓勵就是三十八年以上 不停打 這個高興年在日本現在 對日本比較優利的立場來進行 犧牲了台灣人的代價 但是他自己在政治上 鄉受盡大的責任 在經濟上也發了一筆 維素巨大的不義之財 這個郭彥寧在日本時代控制的時候 日本時代吃辣喝香 當國民黨來的時候 國民黨已經釋養 換他們駕國政府 他們駕國政府一聲 國民黨都跟他抓起來 放在監獄裡 所以二禮拜跟他沒有關聯 他就已經在監獄裡 但是 國政府哪有辦法為監獄裡走出來 他們走出來 他這個到難地去抓到一分問題 這分問題就是 男家機不知道怎麼幫助 akukan gan 當成有 sommes 我們寫一場的卸函 感謝 國學能對 他們 駕駛的付出 把這種規模拿到 給大家的人說 說我們的大頭目 手指揮給你 還怕蝸肉 放鬆 所以郭彥霖他有先見之明 因為今天這個項目就是 他在這個時代去處理可能後面的問題 現在你看 孤家裡面對這個郭民黨政官 他也有怎麼使用這個力量 旁邊掌權的時候 他就要去跟郭民黨要怎麼說 有可能運動不齊了 他在經濟上巨大的不義之財 這就很多的財產 這張圖 我在理工一年3月14日 這張圓館在環河北陸 跟民生西路交接口 這個北平的交接口 那裡有這間廚 這間廚就是這個 這間廚就是園的總管 園外面有80分支單位 所以這些是很賺錢的問題 日本人得了鹽 還有糖 糖要怎麼介入 在荷蘭占台灣從1620年到1660年期間 他抽口的倒向的砂糖 這個之後萬鈴沾到台灣 風給人 但是湯的外銷主導權 是在西方人的手裡 西方人來台灣賣湯 這個主導權在他們的手裡 日本人來關台灣之後 一百九五年來關 你知道台灣有這個天然富裕的天賦 所以大家利用 原本日本是砂糖的消費國 一百九十年的時候 有四百萬十的消費量 其實共有80%是政府 毛錢添了台灣之後 是得到一個九七 歷屆台灣總督深知糖對日本的好處 所以都不惜余力發展糖業 節省價值兩千餘萬 兩千餘萬的巨額外匯 就是说这个藤 跟日本本来要对海外买藤的这件事 就 就这个 就节省两千万 只有这个就节省两千万 还会开发台湾的商业 所以一键塑雕了 就是说一键双雕是 我这样打一支弓箭去 射到两只雕 雕是一种交爱的名字 它这一键塑雕这样去 三四个都这样一键都能打到 所以就叫一键塑雕 这是双糖 这个日本人甘蔗苗种的改良 栽培法的改良 水利灌溉的改良 对不适合政党的餐 改造政兼质 开发 适用甘蔗的荒芜土地 有一些土豆的荒芜 就开发 公权力介入自塑现代化 尤其土地原料的取得 先当过程中 自塑技术的提升 要求机械大厂的静态化 就是说日本人来占台湾后 知道这些糖很重要 所以把一些土豆 土豆并且水利灌溉改良 栽培方法改良 甘蔗的品种也改良 对于一些土豆不适合政兼质 政兼质 要求外国现代科技 让这些糖的产量增加 再来奖励 糖业奖励规则 台湾总统实行 让日本的资本的大企业 在这些资金的援助 原料的获得 和市場的保护 来达成独占 因为 完全的事实 台湾的投业 是在西方人的手 就是在家族的手 里面 日本政府 用企业社工厂的補助 行善補助金 来的政策 成为台湾是投资天党 就是日本人 你来台湾投资 所以他当时成立台湾 借腾诸事会社 资本金一百万 一求空空年 从立 就是日本来占台湾 第六年 就成立这个公司 台湾投资 台湾投资 最大的投资 有几间六间 其中台湾投资 明天资投资 鹽水投资投资 六间 这是中共的资本业的百分之九十四 中生三両的百分之九十七 都去到唐叶去摘 当时 我们台湾有一句成语 最久 天下第一公 是 日本政府指定這個地方要政經驗 政經驗之後你只能賣給那間 雖然賈運兩三間那一間 但是你只能賣這間 那裡的土地只能賣這間 這樣給你指定之後 你只能賣給你賣藤唱去告黑 告黑的時候 日本人不是代國人 就賣你慶祭榜 一百元算八十元就好了 所以天下第一公 正感謝給火車榜 所以這句話的流行就是這樣 總統府公佈那個土地收容的規則 他叫康英尼 王國公權力 集完這堂會社 為台灣農民 唱起感謝的 土地跟工廠辦事處 宿舍 而設定一套 使火車能強制收買甘蔗的 原來採購地區的法規 讓農夫成為農奴 這就是說 日本政府 要支持 他所建立的這堂唱 有一些不合理的規定 不是自由競爭 獨戰 的方向 他叫康三年 這個 唐業作合的規定 非組員 組合員 不可以經營 湯甲 對於 還有一些限制 所以民間 架期傳統的 所有的 辦 種 唐行 跟唐行的出口上 都併罪 三井物壇 跟徵田屋 商店的 代理 代理上 本來的制度 香港 法律規定 新的法律規定 你不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賣什麼 你只能賣這間 這間的規定 讓這些 外國商社 製作不了 租借 這間 是一間 正感受的 收成的 那個 黑車 黑車 我們聽怎麼 五分的車 什麼意思 你聽那些五分的車嗎 什麼叫五文來這裡 我跟你說 那個車的發明車 是英國人 英國人把軌道 是四英尺 八英寸半 Stevenson 整個 所以 很多車 所有的車都是四英尺 八英尺半 你看美國拍的電影 還是英國、澳洲拍的電影 他們都有那個 車 在車廂我躺在的時候 一條走廊 每一個都一間一間 一間可以坐六的人 還是八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的車平安比較寬 他剛才說五分的車就是 這個五分是八分之五 這款車三分的車 八分之三 我們那個規矩更多 這就是這個 我們去學這個聲音的文化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黑車 有幾項日本人勞來的 我們現在在運用 第一 黑車靠左邊走 不是靠右走 不是靠右走 如果你注意坐黑車的時候 你坐去黑車上面 看他跟對方來交接是 你在左邊 那就是我們要知道說 有這種事 日本政府獨佔台灣製堂 所以即使大力支持山景物產 增田屋商店 壟斷台灣的唐葉 把台灣的那個 交貨地點 維安平台南跟大高 就是高雄 宜王產地 再把各地集散地 維安平來台北 廢毒麻禁罐 什麼叫麻禁罐 我想這個麻禁就是merchant merchant就是商業還是生理人merchant 大概是這樣 買辦制度 在台灣完喻的歐美智堂勢力 可以完全驅逐 最後一間驅逐的怡河製堂 在一九一一年 給台灣這堂火車併吞 本來台灣人有的藤坡 藤乾 蓋藤坡 這田 逐一併吞 還是消滅 這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 國民黨來佔台灣之後 實行 根則有齊田 最大收益者是誰 對 國民黨 他把所有的 殘 標明像你農耕 你就一塊土土你的 這就是根則有齊田 但是要再一個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所有的藤杖 所有的藤 甘蔗的做田 你沒有固定的農夫擁有這塊土地 都會讓台塘公司吃掉 這是我們台灣實行375建築 根則有齊田 最大的禍害 到今天 你如果要在 比較大的土地 要去 對台塘賣 這就是 我們要知道的 這個 馬券 這個 馬券 最主要的 是 為 地上 貸款 介紹賣主 最初的馬政館是由台北地管和賣門的洋行間的中間組織 自從台灣地沒有發展後 馬政館成為台灣和查洋行的轉運機構 馬政館自身至今不多 就是把洋行貸款又貸給查館 所以台灣的查館洋行才是真正影響價值的人 這是一種商品 這是馬政館 這個地方是北河六溪 現在是北河六溪電影文化城 就是台南北河一帶 所以這個土地很大部分 去國民都吃掉 吃都沒有跟你說 這個就是以後 我們大家要去做努力的地方 你知道說土地欠錢 我們要收土回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知道萬英之後你做事情就比較輕快 你如果不知道萬英 基本修理也不知道 想說那就是雲林 日本人對日本人百分之兩百 百分之兩百 就是說 很效忠日本人的四大家族 這是王雪隆 南中和林本圓 胡偏寧 這是董事四大家族 他建立的新式的祭壇 也不需要給他們做 第一 九孔新年到一九二孔年 都讓日本的大企業併吞 中小型的這個祭壇場 如新興祭壇業 台東祭壇 台南祭壇 林本圓祭壇 帝國祭壇 都讓三大財團 財法併吞 大概一九三孔年 日本祭壇要的三大財法 財法就是三井祭 台灣祭壇 現在來對我台灣祭壇 山林祭 明治祭壇 鹽水祭壇 這個鹽水祭壇 這個 中國人來台灣說 鹽水還可以做 怎麼那麼厲害 那地名鹽水 不是鹽水在做壇 那土地在種検池 但是 但是他想說 鹽水可以做壇 海水也可以做壇 這幾個三大日本體系 在台灣祭壇總資本的百分之八十七 生產量是百分之八十三 到了台灣唐業 掛頭獨佔 利用生產銷售的合作 甚至不在棟兼兼的唐業聯合會 來操縱市場 所以他們獲得獨佔超高額的利潤 所以台灣最頓獲的聯合會 進行現產協定 就是說 你還要獲得生產 不行 幫你犯罪生產 犯罪生產 你就繼續去 對不對 你買沒有其他的所在買沒有嘛 所以 唐價為每百分22塊 起到25塊 所以這樣 大家切好 唐價減散一些 就繼續起起來 這是唐章的照片 這種照片 最終都是黑白的 因為採織的照片 我們在一百九五年的時候 一百九五年就有照相機了 那時候 那個照片 像我看到 我們台灣民族圓形容 一個甘帶塞 手療腳靠之下 日本人照片照片 那時候照片照片 那時候都是黑白的 這個叫做王雪宏四大家族基因 這個王雪宏 他本來在彈中河的核心公司 買出離開 中國三萬塊的資本額 成立得倉號 無額獲利達十四萬五千日圓 他用三萬塊 變成十四萬 看有夠厲害嗎 但是 也能夠在哪裏 那時候 就能夠在哪裏 就能夠在哪裏 那裏 就能夠在哪裏 就能夠在哪裏 就是 那裏 所以放棄祭藤會下的孤魂 台南祭藤唱也希望人合併 東洋志堂合併 所以王家退出唐業 王雪隆成立議員米堂祝事會社 他在一九五年四四 那時候才四十七歲而已 這就是王雪隆 我們今天前一天說得吃 下廚後十五年再再來說第二節 各位好玩請客列 請客列 下課休憩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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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